作家李昂日前搭结孕身体不适 寻求三位坐在不爱坐的年轻人李让 结果没有人愿意让坐 女乘客还翻白眼 让他气得在脸书大骂引发争议 一名女网友在Dcard文章留言 自称是当事女乘客 他提到李昂当天涂了桃红色的口红 气色看起来比他好很多 不过李昂上车后不好好扶手把一直站不稳 女乘客澄清 李昂当时并不是直接走到他面前问 我不舒服可以让坐给我吗 而是自言自语 说我再试一次 看谁要让坐给我 这是不爱坐 谁要让坐给我 没有人要让坐给我 他傻眼表示 请问我怎么知道 你不舒服 由于李昂拍了照片 上网公审 女乘客反问网友们 告侵犯肖像权 告得成吗 许多网友看了都傻眼 你觉得不爱坐 到底要不要废除呢 或是有其他意见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